你喜欢吃寿司吗 其实寿司的起源不是日本而是中国 早在1800多年前也就是后汉时代 就已经在中国流传了 后来到唐朝的时候 被日本的留学生带回到他们的家乡 加以改良 不过时至今日 寿司早已经是日本美食的代表 而日本排名第一的回转寿司品牌 寿司狼也向中了两岸市场 先跨海来台展店 接下来还要跨足大陆 一样都是卖寿司 但寿司狼却能够开到超过500家店 关键就在于引进大数据管理系统 高家福跟张志明来告诉我们 每位消费者在踏进寿司狼的时候 他的一举一动其实都被记录下来 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数据 经过后台的统整之后 就能够找出不同国家 不同分店的消费属性 而这也是寿司狼能够留住顾客的最大关键 铺卖鱼卵的军舰寿司 大到溢出醋饭的炙烧生鱼片 还有肥美鲜虾 在回转带上如同选秀会般 诱惑着时刻 寿司狼类琳琅满目 但在寿司狼你不会很难下决定 因为他们很懂你 对 都等不到想要吃的 可是这边可能我拿完一轮了 下一轮他已经马上又来了 都有 随时都拿得到 几乎是想吃什么就来什么 神奇背后其实靠的是大数据 顾客坐下前得先登记来了几位成人 几位孩童 光是这个动作不但记下一笔新数据 同时过去累积的14亿笔数据 也开始分析 接下来可能会点的彩色 顾客様からするとビッグデータが使われているから こうなんだというのは分かりにくいかもしれません ただ感じるものとしてはとにかくうまさ なぜならというと排気ロスが少ないと その分しっかりとお客様にいいネタで提供できるので 他のお店よりもうまいなと思ってもらえることが一つと もう一つはレーンに回ってくるお寿司が 自分が食べたいなとなんとなく思っているものが レーンで回ってくるという その快適さに活か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壽司郎的大数据战情室就是厨房 保留日本企业注重细节 衛生的传统 当日第一次进后厂 得先洗三次手 而且每一次都必须非常仔細 1 2 3 4 5 6 7 大勇你現在在洗哪個部位 在洗手臂跟手腹跟指縫 好 最多快十次 到完厕所或是来後厂拿的东西 有脱下手套拿到縫出後厂的东西的话 都要洗手 洗完完毕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走近後厂 製作区上方一幕 就是社長水流浩一的自信来源 この16番26番ぐらいまでのお客様が ほぼほぼ埋まってきている場合は こちらの黄色のサンプルまでのお寿司を 全て流す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 そしてさらにお客様が増えて そしてこちらの18番28番 あるいはこちらの33番43番あたりまで お客様が入ってこられたら 次はこちらの緑色もお寿司として流す というようなルールを設けております 从顧客人数推算出餐点组合 在台湾一共有7種顏色 褐色到红色就是有少到多 回转台上的壽司種類和数量 同样对应有少到多 为了配合后厂的出餐灯号系统 壽司郎从代位开始就有巧思 像是最早进来的顧客 他们会先集中在出餐口比较近的地方 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更快的拿到 他们想吃的餐点 等到人流变多的时候 才会慢慢的扩散出去 而这样的代位方式 也是为了配合灯号颜色 让出餐策略能够更精准 不只做哪很讲究 用餐时间长短也要纳入考量 顾客一开始很饿的时候 会大量送出人气寿司 或常规的生鱼片寿司 等到数分钟后 顾客大约8分饱 这时候比较愿意尝试新口味 新品或季节限定的寿司 量就会慢慢增加 收集数据计算顾客食欲食量 这场舌尖攻心计 就是想在口感和成本之间 找到平衡 盘底下的黑色晶片 除了随时记录寿司销量 也记录着行走距离 为了保持新鲜度 最多只能走350公尺 没人拿就得丢弃 受司狼1984年成立 2002年引进大数据管理系统 就算远在几千公里外的 台湾中华路店 资料一样及时 能回总部统整 让整体食材废弃率 减少四分之一 流失掉的成本 目前只占营收约1.5% 省下的开销 让食材成本可以拉高到五成 这在日本业界是最高水准 只是数据毕竟只能给结果 一个产品卖得好或不好 不同国家不同商圈 会有不同原因 得仰赖经验来调整销售策略 什么时间都要比较麻 什么时间都要比较闲 因为留得太多的时候 或者说留得太少的时候 都会根据这个系统 然后就是出现有很多的 就是回响 一半经验一半数据 帮助寿司狼在2011年 成为日本第一大的 回转寿司业者 年收新台币400亿以上 曾经创下一年卖12亿盘记录 沿接起来可以绕地球五圈 日本主管亲自出席 品尝刚研发出来的新品 每两周一次的试试会 让寿司狼产品能够不断推陈出新 一年下来平均会从600种新款商品 挑出60多种上架 保持顾客新鲜感外 也同步评估成本效益 在日本寿司狼有超过400家分店 海外展店先向众 熟悉也爱吃寿司的韩国和台湾 具有庞大商机潜力的大陆 当然也有进军的野心 水流市长透露大陆市场将从香港起步 慢慢推进到内陆省份 寿司狼灵活运用收集到的大数据 作为营运辅助 找到顾客需求 也抓住顾客的威 TVB新闻张世民高家福台北采访报道